澳门洗米华的初审披露,他最起码要面对过百亿的诉讼请求,大佬就是大佬,欠债都是以亿为单位,欠特区82.6亿港元的税收损失,欠永利8亿,欠奥亿1.8亿,欠维尼斯人3亿,光这四笔的民事责任就达到了95亿。 虽然看着数字很大,但对于这些大企业来说也不是承担不起,但老百姓的钱可就真的惨了,以前不少人贪图太阳城的高额利息和转账方便,把全副身家都存到了太阳城,其中台湾小股也存了3.17亿港元。 这个小股是个传奇人物,职业玩家纵横江湖二十载,屡战屡胜,职业生涯赚了数亿,在2020年太阳城出现危机的时候,洗米花就和小股协商按照70%的本金赔付,但小股没答应,之后形势恶化,更是只能按照五则赔付,小股就更加不可能同意了,现在更惨,这三亿要打水漂凉凉了。